无心沿着来路向回急奔 四周嬉戏苏苏的响动越来越近了 遮盖住了他的脚步声音 马灯被他摔成粉碎 三个人都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月起罗和张显宗看不见他 他却是能够感觉到周遭一切的动静 一颗子弹掠过了他的头皮 是张显宗对着虚空开了枪 脚下忽然一空 他在坠落时全了身体 走兽一样无声无息的四脚落地 一大步越过横在地上的零碎残虚 他头也不回地向洞口冲去 来时的笨拙消失了 他攀爬跳跃着跑过徐地钻入土洞 身上衣裤单薄的可以忽略不计 他闭了眼睛趴扶下去 像一条长蛇一样向前游动 洞壁的每一处起伏仿佛都在他的掌握军内 他的手肘膝盖全都灵活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爬出一条土洞再入一条土洞 他长条条的身体几乎就是在土壤里钻 忽然一个打挺仰起了头 他睁眼看到了明烈的阳光 爬出土洞上了地面 他先把铁板搬回原位 又把泥土重新铺好 起身在附近转了一圈 他咬牙窃取地搬来一块大石 压在了乱七八糟的甲坟上面 靠着大石头坐下来 他感觉到了疲惫 赶了一夜的长路又钻了许多的洞子 他实在是饥渴到了力不能居的地步 现在让他直接回家是不可能的了 他捡起入洞时丢在外面的外衣 也没有穿 但是一甩搭上肩膀 然后勉为其难地做了个起立 决定先去青云罐要顿饭去 在青云罐的山门外面 无心迎面遇上了初臣子 不过他很学相地退到一旁 并没有贸然呼唤 因为初臣子头戴纯阳金 身穿青道袍 在一大群华服弟子的簇拥下 正在飘飘然地送客人 客人只有一位 生得金发碧眼高鼻梁 却是西洋人士 无心站在石板路外的荒野地里 就见初臣子和西洋人 你一言我一语 是个谈笑风生的模样 一位教书先生似的青年跟在一旁 显然就是中间的通意了 初臣子出了山门之后 也看到了无心 不过无暇理他 而无心饶有欣慰的微笑旁观 只见他天仙下凡似的伸出一只手 和西洋人行了个轻描淡写的握手礼 同时施施然地说道 等到西洋人和通意一起坐上轿子下山去了 无心才土猴似的凑到了初臣子面前 道长 几天不见你和西洋人交上朋友了 一个英国记者而已 目我请您惯的名声而来 始于朋友而自 贫道素来祸的 四海之内接兄弟 未等陶醉完毕 初臣子忽然意识到了自己身边的人乃是无心 便立刻把笑容一收 你来干嘛 哦 我饿了 又正好路过青云馆 所以想来吃顿饭 哦 这富手无量天尊 原来这是吃饭 让本道爷白白吓了一条 无心进了初臣子的房间 有汤有水地吃了顿饱饭 而初臣子戒下头巾散开长发 沾沾自喜地回味着西洋人对自己的宫尾 正是得意之际 他忽然听无心问道 哎 道长 令先生的秘籍研究得怎么样了 初臣子还沉浸在喜悦中不能自拔 梦逸式地轻声答道 成绩是有了一点 不过一点而已 无心看了他的德行 忽然对他的本领十分怀疑 低头又往嘴里扒了一口米饭 他察言观色地瞄着初臣子 同时说道 道长 岳起罗此刻正在千佛洞里 什么 无心垂下眼帘 夹了一筷子菜放进碗里 似乎有话难说 他 他昨夜找我的麻烦 我没办法 只好把他骗进了千佛洞 现在呢 现在 他要么是被怪物吃了 要么是在四处寻找出口 所以 我想请道长 效仿令太师祖 画一道符把洞封住 你是说 他如今距离我青云观 不过几里低远 道长有秘籍在手 画一道符应该不为难吧 不为难个屁 你他妈当贫道士天生奇才 一血就回一点就痛 直告诉你吧 秘籍我根本就没看懂 再给我一个月 我兴许能把太师祖 留下的符手不全 然后他站起了身 一推窗子向外喊道 长风 浩玉 玉清 三个白白净净的小道士 应声进了院子 而出尘子一口气 下了一串命令 长风 快去让人预备轿子起车 浩玉收拾行李 雨清去找你师父 就说师祖要去一趟天津 管内事务 由他管理 三个小道士立刻跑了两个 剩下一个问道 师祖 您是长柱还是短柱啊 薄衣裳戴不戴 戴 全戴 随即他转身回到墙边书架前 抽出一本薄薄的册子 往怀里一揣 无心看得清楚 正是秘籍 他没想到自己的一句话 把出尘子吓得炸了庙 放下碗筷起了力 他蓄探着问道 道长 你要出门 出尘子动作极快地打开两本书 将夹在其中的存折抽出来 一并揣到身上 然后他一甩大袖子 转身就往外走 走到门口时一回头 他匆匆地诱荡 我的大弟子认识你 你想住可以住下 不必客体距离 随即门口轻盈一番 出尘子龙行虎步 鼓着风跑了 无心早知道出尘子有点不靠谱 没想到几日不见 竟然不靠谱如斯 回到桌前端起饭碗 他心事重重地吃了余下小半碗饭 接下来怎么办呢 无心又回了一趟山中 发现入口的巨石泥土都无变化 显见洞口一直是个封锁的状态 他不能入洞去确认月起罗的死活 可是不确认的话又不放心 围着大石头左转右转 他认为自己上午逃得十分成功 堪称毫无痕迹 如果再次进洞 也许反倒会弄巧成拙 无心思来想去地守着大石头 足足耗了半天光阴 莫了自己一拍脑袋 心想出臣子他太师祖的道数再高 也只镇压了他一百多年 可见世上从来没有万全之策 如今月起罗在千佛洞内 凶多吉少九死一生 也就可以算是自己成功了 自己一味地悬着心不回家 也是无用 司机至此 他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穿上外衣下山去了 无心走了小半天才到家 然而家里就只有几名士兵留守 原来顾吕今早开拔往文县去了 士兵赶着马车带上无心去追大部队 结果一直追进了文县城里 县里的守军彻底投降了 顾大人在外面流浪了小一年 如今终于耀武扬威地杀了回来 在一处空空荡荡的大瓦房里 无心见到了月牙 月牙慌慌然地翻着上嘴唇 见到他后只说了一句 哎呀妈呀 可回来了 哎 月牙 你嘴怎么了 月牙像脱了力似的 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啊 你跑到哪儿去了呀 你不知道家里人惦记你啊 无心看清楚了 发现一夜不见 月牙的上嘴唇左右 刻骨出一个大火炮 月牙一宿没睡 如今总算把他盼回来了 也不多说 先出门买了几个热烧饼 就着凉开水吃进肚里 肚子里有了热烧饼垫底 他恢复了精气神 正好顾大人也意气风发地回来了 两人一起振作了精神 开始此起彼伏地数落无心 说他人如其名 真没掌心 不怕家里人急出病来 又问他一天一夜死到哪里去了 未等他作答 两人又统一地表示 想要揍他一顿 无心觉得自己在月牙和顾大人的心中有分量 可是没想到分量如此之重 他把眼睛睁大了 彻底露出了圆溜溜的黑眼珠 抱着膝盖蹲在床上 他像一只慌乱而又俊俏的猴子 看看月牙再看看顾大人 最后才讲述了自己一夜一日的所作所为 极致话音落下 他得到了热烈的赞美和抚慰 他并没感觉自己受了冤枉 可月牙和顾大人全都愧疚了 顾大人扯了他的手臂往下拽 那个 走 咱们下馆子去吃顿好的 月牙 你给他换身干净衣裳 没等无心说话 月牙拖着一条热毛巾过来了 挖耳朵拧鼻子地给他擦脸 好 这往后啊 再也没有人给咱们捣乱了 无心受宠若惊地仰头任他擦着 没想到自己能让两个人一起欢心鼓舞 眼睛瞟着月牙的上嘴唇 他开口问道 哎 你们以为我去哪里了 他说你摸寡妇炕上去了 我不是想逗你玩吗 要不然你挨声叹气地不睡觉 我能不管你啊 然后他用手指一指无心的鼻尖 来来来 全怪你 月牙很心疼地在无心的脑袋上摸了一把 顺势打开了顾大人的手 三个人里数他的年纪最小 可是不知怎的 他活成了无心和顾大人的老姐姐 顾大人被他打了一下 笑嘻嘻地毫不在意 而无心正要依偎向他 不料他转身去洗毛巾 无心靠了个空 当即歪倒 跌了个四脚朝天 顾大人带着无心和月牙 住进了他当初的司令部 司令部本来就是一处民宅 曾在炮火中受过损毁 修缮之后始终是不及先前体面 但顾大人报仇似的非住此地不可 因为他当初就是从司令部里逃出去的 按照计划 他至少得在文县耽搁一个月 一个月后看情形 如果长安县里的军头不识食物 他就带兵一路杀过去 而在等待期间 他无所事事 终日花天酒地的消磨光阴 无心和月牙则是关起门来过日子 月牙从来不生病 如今一股火全发在了火炮上了 天天翻着上嘴唇操持佳计 性情倒是安静了许多 因为嘴唇疼痛不便唠叨 顾大人连着玩了五六天 最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他回到了司令部 推开院门往里一走 他就见月牙和无心坐在树荫下 正在摆弄一地的烟叶子 烟叶子是顾大人带回来的 沉甸甸的一大捆 是来自吉林的上等关东炎 顾大人对一切东西都不上心 随手把烟叶子往上方一扔 从此就不再管 月牙看不下去了 趁着天晴把烟叶子拎出来 一片一片地摊开了扇 听见院门有了响动 两个人一起扭头来看 而顾大人扶着门框站住了 就见月牙把头发挽成了个 勉勉强强的小圆祭 几缕弯曲碎发垂在祭边 眼睛水汪汪 脸蛋红扑扑 无心则是带了一点傻像 微微张开了棱角分明的嘴唇 像是被顾大人吓了一跳 顾大人笑了 感觉小夫妻两个很般配 都是漂亮人 和去年此时相比 月牙显然是胖了 也展开了 推了青黄不接的丫头像 成了个很饱满的小娘们 揉着肚子慢慢走上前去 她开口问道 沈严娜 月牙嘴唇上的火炮已经干扁了 揭出了一片厚厚的血痂 再不晒就要长白毛了 这好好的烟叶子 就让她在屋里吵着 哎呀 我肚子疼 无心握着一把剪刀 正在月牙的指挥下 剪婆罗里的碎烟叶子 一边剪一边问道 吃坏了 哎呀 应该是夜里凉着了 月牙吃笑了一声 顾大人连着好几夜都没在家里住 自然是跑去了窑子里落脚 而月牙作为一个颇硬气的小媳妇 对顾大人的行径 是相当的不赞同 历历落落地把烟叶子全翻了个身 她开口说道 哎 你也三十来岁了 就不能正正紧紧撑个家 你跟你媳妇睡觉 你媳妇啊 准保不能让你凉着 没错 月牙天天夜里给我盖背呢 我不是得挑个好的吗 告诉你们 凭我现在的身份 我要娶 那就娶个大家闺秀 你可饶了大家闺秀吧 吃饭打嗝睡觉放屁 这臭脚鸭子熏死蚊子 人家大家闺秀 能跟你过一块去 话音落下 吴欣很及时地笑了一声 笑声未落 他就被顾大人打了一巴掌 顾大人讲理讲不过月牙 于是转移方向开火 哎 笑个屁啊 哎 肚子疼也没事 往肚脐眼里磨点烟油子就好了 月牙和吴欣都没有抽烟的影 倒是顾大人除了烟卷之外 偶尔也抽两口小烟袋 顾大人在艳阳之下撩起上衣 鼓起肚皮 而吴欣找来小烟袋 抠出烟油 涂向了他的肚脐 顾大人是结结实实的精壮身材 腹部硬邦邦的能显出一块块腱子肉 从肚脐眼往下生出一溜浓重寒毛 打着卷根根腱肉 一直延伸到松松的裤腰里去 月牙看惯了吴欣 如今偶然向顾大人撩了一眼 便不由地心中暗笑 认为顾大人皮糙毛重 巷头野猪 吴欣给顾大人涂过烟油之后 坐回了小板凳上 继续闭着眼睛剪烟叶 月牙往树影下挪了挪 刚想呼唤吴欣也过来 可是抬眼一瞧 就见阳光透过树枝 撒了他一头一脸的深浅光斑 他心不在焉地 一下一下合着剪子 脸上的神情静谧极了 月牙看出了神 直到顾大人扛着一把大糖椅走了过来 把椅子往树下一放 他一屁股坐下去 随即也留意到了吴欣 他伸手轻轻推了月牙一下 露出个坏笑 弯腰脱了脚上一只皮鞋 随即把鞋缓缓地凑向了吴欣的鼻端 吴欣什么都知道 可是装成不知道的样子 想让顾大人阴谋得逞 阴谋得逞了 顾大人很得意 会笑 月牙看了小热闹 也会笑 皮鞋越凑越近了 他忍无可忍地睁开眼睛猛然一躲 同时露出了受惊吓的表情 顾大人果然哈哈大笑了 月牙也笑道 哈哈 傻东西 哎呀 困了就回屋睡去 要不然顾大人还得了你 五星和烟叶一起晒着太阳 的确是生出了睡意 不过留恋着不肯离开 而顾大人从他面前的小婆罗里 捏了一小撮烟叶塞进小烟袋锅里 点燃之后吸了一口 随即很销魂地长叹一声 哎呀 真是好烟哪 月牙起身 从房里取出一只不口袋 让无心把婆罗里的碎烟叶子 往口袋里倒 我们要是不把他收拾出来啊 你也不把他当好烟 抽吧 够你抽一年的了 无心欠身伸手 挑了几片干燥的烟叶子 握着剪刀想要继续将其剪碎 月牙夺了他的剪刀 说道 哎 不解了 累手